谈调之下,日本根据著名基本台帐法第22条、23条 规定搬家后14天内必须向市丁村提出转入和转出 否则依法将处5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更好的户口掌控 日本人不但不需要千里迢迢的返乡投票 也可以更有效地反映在各种施政规划上 而候选人也能够更好的代表在地民意 对大义政治来说 这样的细腻是更好的民主基础 值得台湾学习 我们台湾马上就要投票了 在外面铺天盖地的喧嚣中 想跟大家借几分钟的宁静 让我们对比日本跟台湾的民主政治 同样是民主政体 从整体的政治设计到执行的细节 都有太多的不一样 有值得台湾学习的地方 也有台湾让日本羡慕的地方 在投下决定台湾未来的一票钱 让我们给自己几分钟 不随着政客的声嘶力竭起舞 不需要制造这么多彼此的仇恨跟对立 借自己几分钟 用知识拉高我们的思维格局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做我们共同家园的主人 台湾啊 很奇怪的是 绝大多数的人除非买了房子 不然广大的租屋族 房东是不会让你迁入户籍的 当然我知道这里会有人说 Ben Sang 从法律上来说 台湾的房东 不能拒绝房客迁入户籍哦 我们就不要装自己是外国人了 实物上你用法律压房东 让你迁入户籍 下次续约你看房东 还会不会租给你 大部分台湾房东 不让租客迁入户籍 是想要享受房子的各种自住优惠 还有避免租金收入要额外缴税 要不然就是怕以后房子会很麻烦 调之下 日本根据著名基本台账法 第22条23条 规定搬家后14天内 必须向市丁村提出转入和转出 否则依法将处5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我在日本10年也没遇过或听说过 日本房东不让租客登陆住民票的 更好的户口掌控 日本人不但不需要千里迢迢的返乡投票 也可以更有效地反映在各种施政规划上 而候选人也能够更好的代表在地民意 对大义政治来说 这样的细腻 是更好的民主基础 值得台湾学习 你知道吗 过去台湾总统中 有几位曾经担任过台北市长呢 没错 有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三位前总统都曾经担任过台北市长 今年正在挑战总统大位的柯文哲 也刚从台北市长卸任 首都市长后来变成国家元首的情况 在世界各国并不少见 首都往往是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首都市长面对更复杂的治理挑战 有更高的曝光度 也有助于提升国家和政治舞台上的知名度跟历练 知识 知是知晓管理的意思 而是是指工作跟事务 知晓管理东京整体事务的人 也就是东京市长了 这实在太狠了 日本历史上当过东京都知识 后来当到首相的 一个都没有 地方首长连选得连任的制度 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地方政府施政的连续性跟稳定性 经验丰富的知识也可以推动长期的政策 选民的支持也给地方政府制衡中央的底气 当然 这也可能带给地方政治权力过度集中 跟缺乏心血的问题 所以选民的选择跟政治参与 就变成确保地方政府可以健康运作的关键 台湾现今的政治跟体制 绝对不是完美无瑕 比方说开头说的户籍制度 或是我在其他影片反复提到的 日本施政的远见 长远规划还有全面性的缜密执行 的的确确都是台湾应该学习的方向 但日本采行的内阁制 是不是现阶段台湾最适合的政治体制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日本漫谈频道 我必须说 台湾面临的国际情势跟政经环境 复杂程度跟日本截然不同 在地缘政治剧烈的变动下 台湾需要有更多快速调整的空间 因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和区域安全的挑战 或许这也是台湾演化成现行体制的主要原因吧 最后 让我们看看四周 周围的人 周围的界景 无论我们之间有多么不同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在这里 有我们共同的生活 热情参与 但不要让一时的政治语言 分裂你我 下周 无论立场是什么 无论支持哪个候选人 都请光荣地投票吧 改变台湾从投票开始